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一个叫某子的人 他写过一个理获论 我们今天还是讲这个大标题 还是讲人物 主要还是讲这个人 讲到人的时候呢 大家安静一点 讲到这个人的时候呢 我们先讲一下某子他写的这个理获论 在这个理获论当中啊 某子写过一句名言 我曾经在敦煌去旅行的时候啊 无意当中看到这句话 在任济瑜先生编的中国哲学史当中看到这句话 我深受启发 所以马上课都快结束了 我把压箱子底的东西都告诉你们 某子在理获论当中啊 就东汉的这个哲学家 他是怎么样来描述这个佛的呢 他说啊 恍惚变幻 分身散体 或存或亡 能大能小 能圆能方 导火不烧 旅刃不伤 再污不染 再或无殃 欲行则飞 坐则阳光 好为佛也 这是某子对于佛的描述 那么对于佛的描述呢 我们可以转换 也就是说 文学当中有一个道理 就是说 可以替换 我告诉大家 什么叫替换 所谓替换 就是举一反三 某子描述的这个佛 我认为 既可以提高我们 自身的一种境界 而且呢 对于文学创作啊 也非常有帮助 我觉得文学创作啊 我们 我看了大家的作业 我很感动啊 就是我给大家 一个交流 因为我没有 没有时间 没有办法 一个单独的 一个一个单独的交流 本来应该这样 但我们 这个条件不允许 那么 我就总体的 来跟大家说一下 你们的作业啊 很多同学的作业 很打动人心啊 那么我就给你们 提一个建议 就是一种 启发式的建议吧 就是说 当我们看待自身的时候啊 不能以自己看自己 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 来看自己 我们要学会换一个角度 来看自己 这就是文学创作者 和经历者的区别 你是写一个人物 是不是 但是你是作者 作者不是人物 我举个例子来讲 哥德先生 18世纪的德国启蒙思想家 哥德 是不是写了 福士德 他活了八十几岁 他写了一个少年维特的烦恼 是他年轻的时候写的 少年维特的烦恼 写一个特别纯洁的 热情的 一个敏感的一个青年艺术家 维特 他喜欢画画 最后呢 他爱上一个叫绿蒂的一个姑娘 结果这个姑娘 没有接受他的情感 他走到人世间去闯荡 发现到处都很庸俗 配不上他的纯洁的心 和伟大的理想 怎么办呢 他就买了一把枪 自杀了 写了一个遗书 穿上第一次见绿蒂时后的 那身服装 那身黄色的礼服 开枪自杀了 维特死了 哥德没有死 理解吗 哥德让人物死掉了 他自己的一部分死掉了 他死而复生了 就是像尼采说的 一个人要学会怎么说 穿越一百个坟墓 一百个摇篮 也就是说 我们人要死一百次 要一百次的复活 但是这个死是什么样呢 我们让一个人物 替我们去死就可以了 我们自己不要去卧鬼 什么意思啊 并不是说 对人物不好 我们没有胆量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好为佛 就是恍惚变幻 分身散体 什么意思呢 就当我们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经历了 我们感觉到痛 我们感觉到欢乐 但是同时呢 我们要侧到一旁 用另外一个眼睛 来看我们自己 用另外一个角度 一种眼光 来审视自己 在这个人世间 所经历的一切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对自己的痛苦 怎么说 奄然一笑 我们就会发现了 原来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 恍惚变幻 分身散体 或存或亡 能大能小 能圆能方 这个人要会变幻 导火不烧 旅人不烧 什么叫导火不烧 就在火里面烧不死 用刀也砍不死 再污不染 再祸无殃 就是在这个 污浊的环境当中 不被沾染 再祸无殃 遇到了大祸 我们也没有 也不会遭殃 是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呢 是佛的境界 也就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 就是说 人呢 要能够换一个角度来看自己 就像兰波的那句名言 叫做 je da not 我原来翻译蓝波作品全集 我遇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也不以为 我以为这个孩子 做一个文字游戏而已 但是这些年 我越来越觉得 这个文字游戏 做得很漂亮 这个je da not 发语je da not 相当于英文的 I is another one I is another one 他不是说 I am another one 他说 I is another one 他说 I is 他不是 am 大家想想看 这两个的区别 I is another one I am another one 当我说 I am another one 那这个不稀奇 我是另外一个 是吧 但是这个 I就是 I I am 但是 当我说 I is another one 的时候 这个I 他已经 无形当中 加了一个引号了 他已经不再 是我本人了 他已经不能用am了 他要用is了 这个 很重要 就是说 当我们在写人物的时候 不管是你写的 你我他 我们你们他们 第一 用了什么人称 不重要 人称只是个代号而已 但我们的心思啊 要 要是和他有距离 要能够撤出来 看待我们自身 不能够 我就是我 我痛苦了 我就写痛苦 最后就崩溃了呀 很多人不就崩溃了吗 是不是 我们尊敬他们 但是呢 我们为他们惋惜 就是说 要是我自己 我要是 有那种 让我崩溃的理由 我就去 卧轨的话 我已经卧轨了 一百多回了 我很痛苦的 经常碰到很多 很痛苦的事 但是我说 I is another one 那就算了 那那个我 去痛苦 我还要活下去 就是这样 就是说 你人要能够撤出来 这个时候 你会获得一种 自由的境界 你会重新看待自己 像下午 我碰到一个同学 我就说 你这个人 古诗当中讲 叫横看成岭 侧成风 你看自己的生活和生命 要能做到这个境界 叫横看成岭 侧成风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我这样看我的生活 很痛苦 很悲哀 但是换一个角度一看 不是也挺有意思的吗 横看成岭 侧成风 你这样看 我的生活是一块石头 换一个角度一看 它还是一块玉 它还是一块玉 这个角度看 是个丑小鸭 那个角度一看 是个天鹅 安徒生就有这本事 他自己的生活 支离破碎 安徒生出身贫寒 他非要喜欢 在贵族圈子里面混 人长得也不好看 然后又比较笨 不断地受伤 不断地受伤 但是他伤害一次 他就变一次天鹅 再伤害一次 他再写个 卖火柴的小女孩 再伤害一次 他再写一个 海的女儿 他越受伤 他越幸福 什么意思呢 他有什么本领呢 他能够转化 不是叫化腐朽为神奇 而是化悲痛 化悲伤为灵感 这个是一个创作者的 当我们对待人物的 一种态度 不能够把自己 等同于人物 这个艺术不是说 是真的 而是让人们看起来 像是真的 你说这是欺骗吗 这就是欺骗 这不是恶意的欺骗 这是善意的欺骗 而且这是艺术的规律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这个我跟大家举 这是爱伦波 在评价狄根斯的时候 举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是一根柱子吧 这是希腊的神庙当中的柱子 希腊神庙当中的柱子 我们每一个国家的人 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人 我们去看 都非常的优美 非常的匀称 但是如果我们用 尺子去量一量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柱子在骗我们 它的上面要比下面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只有这么高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 如果它上下真的都是直径一米的话 我们看的这个柱子就是尖的 到底你是为了让观众眼睛 满足它的这种审美视觉呢 还是要满足它这个 满足这个物理学家的那种真实 就像我们人大门口写的 实事求是 我看到心里面就觉得有点问题 这怎么能实事求是呢 有些事情不能实事求是 它这个东西 你要实事求是的话 它这个柱子就是尖的 怎么办 你要在这两者做一个选择 古往今来的艺术家 明确地告诉我们 要选择那个看起来像是真的的效果 知道吗 艺术的结果是美 而不是真 你这个真都是相对的 你说我就是这样发生了一件事情 它还不真实吗 你看 这个桑吧 就是这 没有用 人家关心的不是这个 哀而不伤 就是说艺术关心的是美 就像我在这个敦煌 我看见这个大佛 弥勒佛 这个弥勒佛 正好那一年我去的时候 是91年 在翻修 我好奇心强得很难 我爬到这个手脚架上 爬很高的手脚架上 我一看弥勒佛 我吓死了 差点没掉下来 他那个弥勒佛 面目丑陋 因为他的上嘴唇 比下嘴唇大很多倍 是一个怪物 哎呀 我觉得不好看 我下来了 下来我一看 哎呀 真 匀秤啊 弥勒佛笑得很慈祥 很优美 他的上下嘴唇很和谐 为什么呢 因为他造了一个特别大的上嘴唇 那么我站在下面一看 刚好匀秤 假如他站在 假如我站在34米高的弥勒佛 我跟他平起平坐的时候 看着他很匀秤的话 我站到下面一看 他就没有上嘴唇了 理解吗 这就是艺术的规律 就是说让人们看起来像是真的 那么我们要变成一个I 要变成一个Is 不要I am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创作了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恍惚变换 分身散体 把自己变成很多人 每一个人都是我自己 但我呢 又是很多人 又是不一样的人 所以一个创作者 需要有一个开阔的心胸 一个丰富的灵魂 尤其是自己讨厌的人 你也要去理解他 你也要去包容他 否则你的作品就单调了 你只写跟你一样的人 那有什么意思啊 你必须要了解云云众生 他们的内心 所以你要接纳他们 你要自己 要能够化成108匠 是吧 108个人 他那么不一样 谁把他们塑造出来了 这个人一定能够了解 他们每一个人 一定能够知道 他们人世界无奇不有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创作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有一个 丰富的心灵 我是说写这个长篇小说 你要是如果写一个抒情诗的话 可能用不着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 就好了 但是你要写一个完整的文学作品的时候 我认为啊 需要掌握这样一个原则 这是一点 再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在写人物的时候 要学会到哪一山 唱哪一山的歌 什么意思呢 从时间上来讲 我们现在在这个年龄 你就说这个年龄的话 你不要说儿童的话 你也不要说老人的话 你现在今年20岁 你就说20岁的话 20岁的人怎么说话 你就怎么说话 这个看起来道理很简单 但其实我们有时候忘记了 就觉得 哎呀 我学了这么多文学 我要写一点 哲理 深刻的 我要写一些哲学家的话 我要做一个大文学家 你看托尔斯泰这么考虑问题的 但是你一算 他已经80岁了 你才20岁 你能跟他比吗 20岁的人就说20岁的话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一些儿童片 是吧 我们看中国很多儿童片 那些儿童剧 就有些小孩 少年老成 他明明才5岁 他非要说20岁人的话 我们就觉得这个小孩好笑了 是吧 他5岁就说5岁了 就大人把他教坏了 同样我们今年20岁 不要说40岁的人的话 80岁的人的话 你心里怎么感受的 你就怎么说 这里面呢 我跟大家讲一叶 就是这个佛教当中讲的 这个字念什么 念叶吗 我看这是怎么写的 这个字念叶是吧 一叶 这红衣法师原来留过一本书 他说离局竖静随上下 无心整理任他黄 后先不与时花静 双中自土一段香 什么意思呢 离局竖静随上下 就是这个离 篱笆上的菊花 这个藤蔓啊 这个自然的这么挂下来 离局竖静随上下 无心整理任他黄 就让他顺其自然 该开花的开花 该枯黄的枯黄 无心整理任他黄 后先不与时花静 就是说开花的顺序 先后春夏秋冬 不要去和别的人竞争 霜中自土一段香 我到了开花的时候 我就开花 我没有到开花的时候 我就不开花 我到了枯萎的时候 我就枯萎 就像那个 有个法国电影叫蝴蝶 有一段对话 为什么花朵要凋零呢 那个小朋友问 为什么花朵会凋零呢 老爷爷说 这也是他魅力的一部分 花朵凋谢本身 也是他魅力的一部分 为什么海水要退潮呢 为了让人们说再来一个 这个回答得很好 那么就是说 我们在时间上 在空间上 文学的关键几个因素 一个时间上 一个空间上 我觉得一定要顺着自己的内心的季节 花开花落 你明明现在是开花的季节 你非要结果 那你结出来的果实 就是青色的 酸色的 那花也开不了了 你明明结果的季节 你非要开花 那就是塑料花 你就假的 你都该结果了 你怎么还开花呢 就是说 你们这个年龄 我是讲时间段上 大家容易理解 就是说 你们20岁的人 说20岁的话 你们注意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 过了这个年龄 过了这段大学的经历 你们想写这个时候的 所谓的落寞惆怅 再也没有了 就像我看那个 我现在很后悔的一件事情 我烧掉了很多 扔掉了很多 我大学时候 研究生刚来人 写的一些所谓的朦胧诗 我后来就觉得写的不好 我就扔了 我现在写不出来了 那些唯美主义的 那些小资情调的 但是我回头一看 曾经有过那样的梦想的年代 看见一草一木 都会动心 这个时段 我说了这个时段的话 就对了 你像 你们对比一下 《少年维特的烦恼》和福士德 他是同一个作者 福士德写了60年 《少年维特的烦恼》 我估计最多60天就写完 他是年轻的时候的作品 但是这两个的价值 是同等的 是同等的 一个人的脚印 不能说他童年的脚印就不好 非要老年的脚印才好 都是同等的 人这一辈子的每一个脚印 它的价值是同等的 你三岁的时候 如果写了一首诗 你这一辈子都会珍惜它的 你大了以后 写出来都不一样了 所以呢 我就是说 从时间段上是这样 还有一点 我提醒大家 容易被忽略 从空间上来讲 我们讲人 认识自我 人要认识自我 从空间上来讲 我认为也是 后先不与时花惊 什么意思呢 这个年代流行 牡丹花 就让他们去 种牡丹 养牡丹 带牡丹好了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喇叭花 我就是一个菊花 我就是一个玫瑰花 那我就是一个月季花 勺药花 那怎么办呢 我就是 你们都 都去 这个收藏 叫卖 购买 这个 欣赏牡丹花去好了 我反正 我就是少药花 我就是少药 那我没办法 你们爱看不看 我反正就这个命 我就这个性格 我就这点事 我就这点感受 人呢 这个写作的时候啊 人不能太自大 不能太自恋 但是呢 我现在回过头来讲 也要 爱自己 爱自己和自信 跟自恋自大 两回事 人要爱自己